數學函數 數學函數裡面會有一個叫做 樂透彩中獎機率統計這一題 你把它打開來 這個當然是直接從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當然我這邊只有很簡單的 把101年、102年的統計資料把它抓下來 這個資料當然你們如果要找到很簡單 比如說你在Google的地方搜尋一下就可以找得到 像比如說我們常見的 像現在每一次 樂透彩後來改成叫大樂透了 本來是1到42號 大樂透變成1到49號 大樂透 假設我今天需要找到大樂透的歷史資料的話 比如說這邊就有了 大樂透歷史 你會發現這邊第一個結果就會有 它歷年來的開獎號碼 我們如果想知道 就是哪一個號碼開出來的機率最高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要怎麼去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當然你們也可以再想想看 在網路上面這些資料都是公開的 而且都很容易找得到 所以以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買過這種 像什麼大樂透威力彩 什麼金彩539 什麼六合彩 大福彩這些 那我們舉例 不過現在不是鼓勵你們去買 只是說我們至少想要知道什麼 歷年來 那你會發現 你打一個大樂透歷史 這邊就查出來了 那它的規則很簡單 就是總共會有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那如果你對重的話 反正全部重就是 那個什麼 得到那個頭獎 像什麼幾億吧 我不知道 億來億去的 反正每一次的金額都不一樣 也就是你如果重一次的話 你大概就可以不用來上課了 也不用 不過當然這種都很財 這可以不可求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知道 哪一個號碼機率最高 如果說你可以算出來的話 那慢慢慢慢 也許你不一定一次中頭獎 可以慢慢先中個五獎 四獎 三獎 越來越接近的話 這也是一門學問 統計 OK 可是問題有幾個難處 第一個你要怎麼樣把歷年來 所有的資料都抓下來 你會發現 我剛剛Google大樂透的歷史的話 他這邊就會把 227 最近一期的結果列出來 223 有沒有 一直列列列列列到哪一年呢 你會發現他已經有50 第一頁 就是這一頁 第二頁的話呢 就是再往227的 有沒有 第三頁呢 就是再一直往前 日期會越來越少 一直到51頁的話 這邊呢 就是2004年 第一期的話 就是1月5號 所以啊 這個應該很清楚了 大樂透什麼時候開始 2004年的1月5號 開出來的號碼 就是這七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第一個 可能要解決什麼問題 一 如何可以把這些資料先放到Excel 那你可能 你想不到的方法 你就是什麼 把它複製 Ctrl-C Ctrl-V 對不對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就是50頁 然後 然後呢 就選取 Ctrl-C Ctrl-V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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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想說最好 其實我們上這個課 最大的目的就是說 能不能一鍵按下去 有沒有 VBA嘛 它就可以把 這51個 page裡面的資料 就可以全部放在Excel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是慢慢來 可不可以做到 一樣可以做到 只是效率差很多而已 就這樣而已 當然 現在職場上面 沒有老闆希望你慢慢來的 如果你會一鍵按下去的話 如果你跟另外一個比較 一個會VBA 一個不會VBA 相對的老闆要請誰 當然 可想而知 效率一定是比較快的那一個 當然OK 那這邊的話 我們第一個 歷史資料在這裡 第二個呢 我有資料了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知道 這一些號碼裡面 是一號的有幾個出現機率 是二號的是幾個 應該了解這個意思 那哪一個是出現機率最高的 OK 大概觀念是這樣 所以後面有個練習題 就是請各位 自己找大樂透 或者威力才也可以 或者大福才也可以 反正這邊有這麼多才 請你自己找一個 去算出 它的 不過每一個好像規則都不一樣 出現的號碼也不一樣 不過 這可能你自己要去了解 因為我對這些 號碼 我大概對大樂透 比較熟一點點 就1到49號 這個號碼只會1到49號 然後呢 它一次7個號碼 可是其他的威力才 我就不確定了 所以你自己可以再到什麼 威力才Google一下 它的那個規則怎麼玩 自己了解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回到剛剛這一題 我們先不要扯遠 我們先把這一題先講完 那這一題實際上就是從網路上 把那個樂透彩 的101年跟102年 因為它2004年是103年 到103年就變大樂透 103年以前就是那個叫樂透彩 然後規則有點不太一樣 一樣是開出6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可是呢 不一樣的地方是 好像大樂透是1到49號吧 那樂透彩是1到42號 最多就是42號 那我想知道一下 1到42號 哪一個號碼的機率最高 請你告訴我前三名 不前三名 前七名 因為我如果想要拿101年跟102年的 中獎前七名當成參考的話 那請你告訴我前七名是哪一個號碼 哪些號碼 所以你會發現101年這邊有 那其實這個資料裡面 101跟102最重要就是低欄到追欄 其他資料不重要 我們其實主要是要知道 像這一期開出來 是這一些號碼 那首先的話呢 統計分析切過來 請你告訴我101年的機率 102年的機率 1號是多少 核氣加起來 兩年的機率加起來多少 它的排是排第幾個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要怎麼做比較簡單呢 首先第一個 算機率嘛 當然算機率之前呢 我們先算出現了幾次就好了 所以剛剛不是用countz 對不對 特別是用countz跟countzA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算什麼 1號在這個範圍裡面 出現過幾次的話 有沒有發現 剛剛有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有沒有 統計裡面喔 我如果要算什麼呢 算 如果1號出現幾次的話 幫我 告訴我它的次數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用countz 剛剛才用過 按確定喔 range 指的是 101年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切到101年裡面 range 去把哪個範圍選起來呢 把第一欄到追欄的底下號碼 所以選擇方式特別重要 我是建議啦 當然你有傳統的選法這樣 選然後拉過來再一直往下拉 可是它這個有個缺點 就是說你可能很容易過頭啦 OK 有沒有過頭 然後可能要拉來拉去 這是方法一啦 這樣也是也OK 不過我是建議 你可以用方法二 方法二什麼呢 就是 1 請你選上面 D到追 然後用我之前有講過的喔 向下選取 有沒有 Ctrl Shift 向下 它就會幫我怎麼樣 選取到 有資料的那個範圍 停下來了 OK 應該沒有問題吧 第一個喔 D2到D J100 Criteria就是條件 請你幫我在這個範圍裡面找1號 剛好前面是1號 所以我就選1號就好了 它回來會告訴我17次 按確定 下下填滿 全部都算完了 那102年其實也可以啦 你可以把公司怎麼樣 把這個公司複製一下 取消有沒有 把它貼上去啊 其實這個地方呢 就很簡單 把這個101把它改成102 其實喔 它也一樣 也是算 同樣的位置啊 一樣可以算出來 次數都算完了 所以呢 誰出現的次數最高 你把它合計下來 那不就知道誰誰是最最出現機率最高的 但是這題又稍微難一點點 我們不是要次數喔 我們要什麼 要機率 那機率意思就是說喔 它出現的次數除以什麼 除以它全部的號碼 除以它全部號碼 所以全部的號碼有幾個 如果不知道的話你可以看到 在後面呢 加一個除號 它出現17次 除以什麼呢 它總共的號碼 總共號碼有幾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用什麼 其實我先除之前喔 我們總共有幾個 你可以切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一次有7個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7是第二列 那如果往下拉拉拉 拉到底下的話是100列 也就是說有9出 有開了99期 那意思是說99乘以7啦 答案多少 693 欸沒錯喔 所以中語系數學沒有很差 那但是問題我們不是要叫你用算的 因為你每一次都算一下 自己填上去 感覺好像喔 不是那麼聰明 693 可是這個數字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它更自動一點 剛剛不是用到一個函數 對 對 抗扯不是去把範圍選起來 它回來也是693啊 所以喔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在旁邊先練習一下 先用剛剛的那個統計裡面 不是有個抗扯對不對喔 其實這裡用抗扯A也可以 因為它裡面喔 數字都是有資料 所以你用抗扯抗扯A 結果一樣 按確定嘛喔 然後切到這邊來 用一樣的方法 什麼方法 先橫向選 Ctrl shift向下 按確定 有沒有 693就告訴你囉 按確定 693了 那你再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搬到這邊來就可以 怎麼搬喔 你可以再把它複製這個公式這邊 然後取消一下 直接在這邊加個除號 把公式貼上就可以了 不過如果你比較厲害一點的話 你乾脆就直接做啦 一次可不可以啦 可是我發現有些同學 對於函數好像還不夠熟練 所以如果你不夠熟練的同學 你就直接先放旁邊做 做完之後貼過來也可以 打個勾 有沒有 下下填滿 那機率就出來了 102年也出來了 OK應該可以理解啦 機率就算出來 我們先算次數 再算機率 不過喔 這個機率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零點零零零零 這看起來 哇眼睛有點花 所以可不可以幫我變成什麼呢 一萬分之多少好了 或千分之多少 比如說這個是幾位 一二三四 假設我到這邊為止 你可以幫我算出 萬分之245好了 就有點像這樣子 我希望顯示就是一萬 萬分之多少 用一萬 萬分之這樣子 取整數好了 那這個地方 怎麼樣把它變成 看起來比較舒服的那個格式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把這個格式做一個變化 所以請各位 重點喔 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先用什麼 先用那個 抗扯喔 if 抗if 先算 然後再後面呢 再加上什麼 抗扯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就是用那個 怎麼把格式再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謝謝